大家好,再跟大家扯一些土工国包子里的 可能比较真实的新的搞妖蛾子的手段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出现在内蒙古 第二件事情是出现在杭州 内蒙古这边的事情是非常的奇怪 有网友爆料 昨天出现的事情 9月2号出现的事情 今天是9月3号 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整个好一点的医院 这个城市整个好一点的医院 所有的医院 好点的医院 大型的医院 都挤满了各种突然冒出来的病人 患者 所有的病人呢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咳嗽 咳得不行 是吧 这个呼吸很紧张 呼吸不畅 然后还有哮喘 就是呼吸非常的吃力 而且以小孩子居多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说是从这个 他的那些什么大学的附属医院 到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人民医院 各种都有这个事情 现在没找到说法 有头有真相 有视频有真相 那医院里挤满的人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季节 怎么就突然有这么多人 患这种奇怪的病 特别像这个2003年的SARS 真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说有人认为 北京的这个据说的高人 认为那细胞子又在干坏事 又在干坏事 说为什么在内蒙古出事呢 说最近 美帝国主义是不是 跟这个蒙古啊 走得很近 蒙古走得特别近 完了以后呢 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 说美国为什么要在蒙古 搞这么近呢 说之前没有这么亲切的 说蒙古的这个总统 这次去美国访问 受到了国会白宫 是吧 高调的欢迎和支持 给予很高级别的待遇 真的 说这个美国之所以 现在主攻蒙古这个国家 是因为这个蒙古如果搞定了 被可以控制俄罗斯 难可以控制这个威慑 威慑这个土工 这是个天然的好地方 必须要拿到这个控制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蒙古这边呢 是非常的亲美的啊 蒙古是个好地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跑路啊 都是往南边跑 其实你换一个思路啊 应该往这个什么 应该往蒙古跑 蒙古现在跟美国的关系 走得特别近 那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啊 尤其很多朝鲜族的人 他一跑就跑到韩国 这可以理解 因为他有语言的优势啊 其实蒙古族的人呢 你应该往蒙古跑 这个地方啊 非常的值得信任 我就认识几个牧师吧 牧师 有韩国牧师 有日本牧师 有台湾牧师 他们都现在去蒙古那边 当牧师去办教会 蒙古它现在很开放 你有意思吧 我说过啊 一个国家 他的福音兴旺 大量的牧师 去这个地方 去传福音传教 这个国家 就处在上升期 这也是一个直觉判断力 你一定要听进去 就像当年 你看江泽民搞的时候 胡锦涛搞的时候 在北京 在整个中国 他们是有十万个 这个什么 韩国的传道人 有一万多个牧师 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中西南北洞 都在中国这个什么 办教会 所以那个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 中国的日子还可以的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辨别一个时代 是不是有机会的 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就像当年晚清 是吧 晚清的时候 日子过得很好的呀 为什么呀 因为大量的传教士来中国 从明朝的开始 就进中国 到清朝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什么 有很多牛逼哄哄的人物 所以在清朝的时候 在明朝的时候 曾经有人 有这个传教士 做到这个 一品的这个官员 你行吗 一个白人 是吧 在明朝的时候 你现在看上海 那个徐光起 是不是 那整个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那都是基督徒 你以为呢 所以有很多中国人 他不了解 一个国家的基督的福音信仰 与这个国家的发展 或者是与这个国家的 是否繁盛 繁荣昌盛 它是正相关的 蒙古是个好地方 当然这是扯远了 又开始贩卖我的私货了 我们回到正题 说这个蒙古这边的医院 突然出怪病 很多人被感染 有点像SARS 席包子在干坏事 因为现在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释放病毒的机会 给蒙古这个国家制造一点麻烦 看能不能够逼推美国 在蒙古的这个扩张 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你说你想想吧 是不是 我们一说病毒 第一次记得吧 SARS的时候 是从广东这边 是不是 出事了 说是广东人吃东西 不健康 吃一个国子米 有意思 前两年的武汉病毒 在武汉 说是那边的人 吃东西不讲卫生 是海鲜市场 都在南方 是不是 这会在北方搞这个事情 它有别的意思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尤其是内蒙古的兄弟们 还有蒙古的朋友 一定要引起重视 这个事不简单 那第二件事情 是杭州这边 杭州这边再过几天 9月几号 9月20号是几号 就要开始搞押运会了 押运会 西包子喜欢搞这些东西 前两天搞了这个大运会在成都 说这个大运会 西包子还去显摆了一下 是吧 这次押运会 西包子跟彭丽媛 两个人也要去显摆 如果西包子能够坚持去的话 是可以去的 但是呢 从杭州押运会的准备方这边的 很多个资料 很多个信息放出来 所以这个押运会现场 最多的物资 竟然是男人用的那个套套 是吧 安全套 那你说搞这个套套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然后北京的一帮这个造谣传谣党又开始又开始关注了 你想想吧 你准备这么多套套 你一定要有这么多姑娘是不是 否则的你光有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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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炮吗 不可能嘛 搞这么多套套干嘛呢 就百丝不得七姐裤子也 这个很有意思的 后来有人就说 不仅仅是要满足这个运动员一边运动一边打炮 关键是什么呢 说有可能通过这个下三路 是吧 完了以后给这个押运会现场拍很多个纪律 拍很多个姑娘过去 花姑娘过去 然后去勾引这些运动员 完了以后呢 让他们通过下三路 让他们通过约炮的时候 然后传染感染一种什么新的病毒 说这个武汉病毒为什么在武汉呢 说当时是美国人带过来的 美国人当时在武汉开了一个军事的运动会 很多美国的军人过来搞运动 搞比赛 结果给武汉留下了这个武汉病毒 是这么来的 说这次要在杭州搞这么一个东西 发了很多的套套 你想想每一个训练的房间 每一个睡觉的地方 亚运村嘛 有是不是 都是避孕套 一片避孕套的海洋 各种品牌的厚的薄的 超大型的 带钉子的不带钉子的 世界简直所有的关于套套伸展商都在这个押运会的现场搞一个套套的国际展览 国际高峰会世界安全套高峰会和研讨会是不是 挺有意思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就要下三路 传播新病毒计划 西包子要搞这个事情 说上次武汉病毒你看是不是 是通过鼻子 是吧 我们都戴口罩嘛 是不是 所以有一个口罩运动 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开始戴口罩 是吧 现在还有人已经口罩已经长在鼻子上了 是不是 拿不下来了 是不是 真是的 人类时候真是普遍的愚蠢 到今天为止 我在韩国 在日本 在台湾 还是有很多人 还戴一个口罩 是不是 为什么 他已经长在嘴巴上了 人类的嘴巴是没长口罩的 经过过去西包子这几年的精心的准备和精心的造势 人类已经习惯了口罩 是吧 没有口罩 我们不能活 接下来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每一个人男的女的都是没有套套 我们不能活 习主席要通过这个像全世界每个老百姓 每个人发一百个套套 是不是 就像过去每个人发一百个口罩一样的 是不是 挺有意思的 这里一个重大的商机 是吧 过去那几年很多人卖口罩 发大财了 真的 说北京有一哥们 这个过去几年就是生产口罩 全世界出口 赚了大钱的 说他本来是一屌丝 在北京有一个九十平米的房子 是不是 骑着个自行车 坑着坑着的 结果现在什么呢 一夜之间发财了 买了一个法拉利 我去四百多万人民币 天天嘚瑟 然后在开着法拉利到处泡溜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新的商机 是卖套套 别怪我没提醒你 就习包子 现在两件事情 一个是北边的 呼和浩特 所有的医院都出现了怪病 很有可能是习包子 对蒙古这个国家 发起一场病毒攻击 第二个就是 亚运辉的现场 有特别多的套套 安全套 很有可能 就怀疑是习包子 要通过下三路 上一次是上三路 是不是 口罩 这一会是下三路 要搞点新药卧子 要传播新药卧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 引起高度的重视 习包子现在 天怒人怨 经济不好 是不是 压力太大 这种独裁的狗东西 他一定要搞点新东西 不断的转移视线 你想想美国 美国的伪总统 如果没有这几年的 武汉病毒来救他的话 早就被人就赶走了 武汉病毒帮他 取得那选举的伟大的胜利 武汉病毒 帮他坐稳了 他的美国的江山 据说接下来 美国这边也在搞事 说在制造一个新的病毒 完了以后 又逼着你这个脑百姓打疫苗 逼着你脑百姓戴口罩 逼着你脑百姓 这个什么一个一个的 全世界的流氓政客都是一样 绝对不是我造谣传谣 最好是大家都有点心理准备 谢谢